大家好,台湾最新公布16号最新的确诊人数达到206人,本土病例 台湾的防疫破功有三大因素 台湾防疫指挥中心一反常态由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队召开记者会 因为台湾的新冠疫情已经彻底爆炸了 单日的感染人数突破了180人 今天最新公布的是206人 相对其他地区一天数万的新增病例 台湾不过百人,小屋见大屋 但让台湾民众陷入恐慌 台湾新闻超市抢购于空,特别是双北 从爆出诺福特群聚事件以后 台湾疫情就开始拉墙警报了 4月底的时候,华航机师爆出染疫 主要因隔离时间不足 居住的隔离饭店,诺福特酒店管理不严 导致机组人员和酒店人员相互交叉感染 接着病毒就从机师身上一路走向小区 小区感染如野火燎原 宜兰,基隆,双北都爆出确诊病例 12号的时候,市场上就有传言要升高它这个警戒级别 拉高到第三级 但到了15号,爆出单日超过百人确诊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才正式宣布 15号起到28号指正式提高防疫措施 从二级升高到三级 所谓的三级警戒级别 是民众外出必须佩戴口罩 停止室内五人以上 室外十人以上的聚会 关闭歌厅、舞厅、夜总会 酒吧、健身房 游艺场所等休闲娱乐场所 宗教活动停止进乡与绕境 寺院、教堂内的活动采取失联制 全台中小学停止对外开放等规定 三级警戒虽尚未进入封城阶段 但已经接近封城了 事实上从12号开始 台湾的疫情就已经扩散蔓延 但蔡政府迟迟不愿升高警戒 也因此14号晚间 医学界就传出隔天15号确诊病例破百 碍于大考因素 宁可等考试举行后再对外公布 据之前人透露 由于15号、16号要举行国中会考 如果一旦提前宣布进入三级警戒 会造成考生家长反弹 明年就要地方县市长选举了 蔡英文政府宁愿选择赌一把 延后宣告 蔡政府若要赌一把 自然要寻找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说法 最好动手脚的地方 首当其中就是每日宣布疫情的病例数 因此才会出现14号疫情中心记者会上 媒体追问张化台北确诊时 指挥中心发言人装人想答 这是明天才公布的说法 虽然疫情中心解释是疫调因素 才会无法纳入统计 但它也成为调配确诊人数 不用提升警戒的关键手法 不过蔡政府的赌局恐怕也是赌输了 国中会考 第一天考试结束以后 教育部统计 有97人出现发烧 上呼一道感染症状 得让学生转去第二 并用考上考试 虽然考试不受影响 但是考生的健康 却被蔡英文政府置于第二顺位 更多家长批评 考试延后又没关系 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除了会考因素 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陷入无法说实话的两难处境 另一个关因素就是担忧 一旦提升警戒 经济和台股会受到大的影响 陈时中12号在立院 被巡使不小心脱口 提出要进入第三级警戒 随即台股大跌 狂些签点 时隔不到两小时 陈时中向立院请假时 对媒体改口 是近期可能进入第三级 据知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陈时中会突然改口 关键因素就是蔡英文 还有苏贞昌发现状况不对 赶紧让陈时中改口 陈时中因此只能硬着头皮闯关 先告诉媒体是近期而非12号当天 医界人士指出 早在12号当天新增16例本土兵力时 医界就已经担忧了 恐怕进入小区感染 先是染疫者和传染途径不明 匡列对象有限 其次当时掌握的感染对象 有万华茶艺馆的工作者 由于万华茶艺馆工作者的工作属性特殊 以往来紧密 且常有肢体接触 一旦爆发 恐怕会造成次方数的感染 当时医界和卫生部已经有共识了 恐怕升高到第三级警戒再所难免 但台股一泄千里蔡英文520就职演说在即 恐怕会影响蔡英文520政绩的表演 因此陈时中被苏仁昌紧急召唤协商 要求陈时中抛弃医疗专业 从政治原则考虑优先 最后才变成接近第三级警戒的奇怪说法 苏仁昌后来出面要民众收心 被民众骂犯 认为政府没有对机师隔离严格把关 那造成了防疫破口 还把责任推到民众身上 事实上经历一年多的疫情考验 台湾民众最近对防疫心态 也的确出现疲乏 松懈走在台北的街头 随处可见 常有民众三三两两走在一起 谈天时已经没有配戴口罩 那么餐厅内更是高棚满座 民众都没戴口罩 但追究起现在疫情爆发的原因 关键还是华航基石染疫 隔离酒店诺福特 未尽防疫责任 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调查 目前爆发的小区感染 经比对病毒 这个毒株几乎和关键源 华航基石病毒毒株相同 是英国的一种变种的病毒 由于英国的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快 也造成疫情的快速传播 国民党立委孙大千直接点名 这次造成防疫破口的六位猪队友 他头号点名是 民进党一位立委介入了疫苗的采购案 导致原本在口袋中的BNT疫苗采购破局 孙大千点名牟立委 这个立委我告诉大家也是民进党立委 叫吴炳锐 去年由前行政院长林权掌管的东洋 从大陆复兴药厂代理取得了 辉瑞德国的BNT疫苗 最后却谈判破局 医药界当时就直言 采购失败不是大陆阻挠 而是台湾内部 孙大千第二个点名的是谁 是民进党立委范云 正是范云召开协调会 要求限期内对机组人员放宽隔离措施 让华航机师只要隔离3加11天 导致疫情进入小区 第三个则是卫护部长陈时中 孙大千批评他长期美化数字 粉饰太平 连疫情破口爆发后 还要用挤牙膏的方式公布确诊人数 第四个猪队友是叫郑文灿 孙大千说 他对诺夫特饭店混居的检举视而不见 只会坐在办公室里 等着跑公文 最后两个猪队友是苏贞昌和蔡英文 孙大千说 苏贞昌的政治团队 明明自己走心 居然还要全民收心 蔡英文则在疫情爆发时 不忘政治操作 发梗图反对四项公投 台湾好不容易撑过去年的疫情高峰 今年却被猪队友反将异军 面对岛内疫苗缺乏 而多数国家和地区逐渐恢复常轨的情况 台湾民众只能自求多福 另外台湾名嘴赵少康 中广董事长赵昌康15号 也炮轰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 一意孤行 既不肯普筛快筛 又买不到莫德纳辉瑞疫苗 是无能加上刚毕自用 碰骂陈时中 超前部署全是扯淡 你看现在台湾岛那些政客被骂翻 骂翻了我觉得台湾人 你在台湾岛内 你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这个政客还有像包括什么指挥中心 这些人是不会把实情告诉你们的 你时不时得看看我的频道 我会有时候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的 那台湾这个确认人数 我觉得达到千人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已经是群体 特别是双北群体感染 群聚感染 那我觉得现在首先一点 在台湾岛内的台湾人 在双北的尽量不要出屋 尽量就在自己家待着 这是一点 出来的话 也要戴上口罩 另外与别人保持距离 这个能救你命啊 因为这个病毒 现在这个英国的这个病毒啊 它是很容易就感染到你的 感染这个速度非常快的 而且传播速度也非常快 你一定要注意啊 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台湾啊 这次疫情的时间要比以往还要长 就这一次的你说这个封城也好 或者是第三级警戒也好 比之前的台湾所有的疫情 遇到的情况还要复杂 还要复杂 时间还要长 你要做好长期打算 我现在建议啊 在台北的看我节目的台湾观众 赶紧现在能囤一些粮食 囤一些粮食 台北啊 现在这情况不像你想那么简单 你囤一些粮食啊 囤一些这个食品 另外呢 做好整个封城的准备 我告诉大家 台北是一定要封城的 特别双北 一定要封城的 你想台湾那个岛 如果不封的话 扩展到其他地区 特别是台中 台南 高雄 整个台湾都染疫 那是什么景象 所以我说过啊 现在呢 最好是台北的 提前准备好一些东西 家里存一些粮食 因为台北这个封城啊 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你看台湾政府 现在迟迟没有宣布封城 正在准备封城 其实就在准备 等他真正宣布的时候 那个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你再去超市 封城了 你去什么超市 所以现在能准备 我觉得台湾人 你现在该准备准备 赶紧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一定会封城的 因为台北和新北 这个疫情情况 你从这可以看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几百几百人增加 上千人只是时间问题了 未来筛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你想想确诊人数更多 现在台湾啊 我告诉你 这个包括苏贞昌也好 蔡英文也好 脑子一想啥呢 想的尽量不要什么 尽量不要筛 尽量不要筛 筛的越多 你看我这漂亮的成绩单 不就破功了吗 什么疫情破功啊 是人成绩单破功了 你看确诊人数只有各位 现在呢上百人了 然后再一筛上千人了 有可能上万人呢 都可能超印度啊 全民都得了 可能 那蔡英文还选不选了 还选不选了 所以他可能 我告诉他下一步啊 就蔡英文很可能什么呢 不筛查了 我就给你封城 然后呢 把你憋个一星期 两星期 一个月 两个月 就在台北那么封着 宁肯就是舍弃经济了 我这台湾这个经济 先放弃一下 就把这个封城封了 那我至少能保证 我这个疫情的成绩单 那是不是 疫情不会破功 我告诉你啊 那个时候你台北人 你们自己想一想 你成了蔡英文的工具了 你现在要准备好 刚才我讲的 脱臀一点货 再见